嗨,大家好,我是立夏 今天给大家推荐五种非常耐旱的花 哪怕是在炎热的夏天都不用懂浇水 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青人类 它是这个多肉,所以它非常的耐旱 而且它还非常的好度下 然后就是这个玉树,玉树也是多肉群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多肉群 现在剩下的都是比较好度下的一些品种 还有就是这个玉树,玉树它的叶片非常非常的滑 玉树的沉水量是很大 但是夏天最好不要暴晒,否则这个叶子容易被晒红 另外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玉树,也叫杜白玉 它的这个叶片和清淡的沉水量都是很多的 所以在夏天的话,不要这么给它焦虫 最后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比较常见的发柴树 它的筋感清淡的量很大 所以它非常的耐旱 夏天给它浇水尽量的这个盆土干透了之后 再给它浇货皮的话,浇了花高温高湿 它就非常的滑 很高的 花来得多一多多数 对 小学生 在中国大学 也不像